当播足球快信 2022年3月9日 红军次回合盼在胜国米 星期三凌晨 欧冠联16强次回合 同时上演两场比赛 其中礼物普章回到主场 迎战国际米兰 首回合红军战术胜击倒国米 带着两个波领先回到主场 前者的信心自然爆棚 鉴于红军的主场表现极其标悍 他们在下一城从而晋级问题不大 首先来看看两支球队最近的状态 进入2022年以来 利物浦15场比赛 发定时间的成绩 为12胜3和保持不败 其中主场战绩为8胜1和 算上英联杯决赛12码大战 赢了车路士的话 现在利物浦已经连续12场比赛都赢球 在这15场比赛中 利物浦得失球比为34比7 长军入球2.27个 失球0.47个 其中主场得失球比为24比4 长军入球2.67个 失球0.44个 他们的主场在这个赛季 还未破不败今生 可以这么说 利物浦是英超甚至欧洲五大联赛 2022年状态最好的球队 而且这15场比赛是在63天时间完成的 差不多4天就有一场比赛 比赛密度非常大 但一直保持高水准 再来看看国米 进入2022年以来 特别是2月份的魔鬼赛程 国米状态可谓惨淡致极 13场比赛战绩为6胜4和3负 其中客场战绩为4连和 这段时间国米的得失球比 为18比12 长军入球1.38个 如果没有最近一场的5比0 长军入球就只有可怜的1个 总体来讲 国米在2022年的状态非常差 在小赛一轮的情况下 联赛榜首位置已让出 欧冠联已经命远一线 意大利杯首回合门回事 如果再不恢复状态 恐怕赛季要三大街空 关键时刻 在联赛迎来沙兰力坦拿 5个波大胜 拿达路马天尼斯 和艾滇迪斯高打破入球方 球队信心大增 对即将来到的欧冠联16强次回合 也多了一些希望 在阵容方面 中场尼高鲁巴里拿被罚停赛 比较一下 双方的主随战术方针 首回合较量 恩沙基的排兵步阵 非常有针对性 在防守方面 上半场通过积极的拼场 利物普没有获得太好的进攻机会 进攻方面就依靠艾云比列石 在边路的冲击力压制 特伦亚历山大亚诺 输坡的原因 在于下半场70分钟后 国米体力不支 开始崩盘 游路的丹素杜菲斯 顶不住安祖罗伯臣的冲击 而且后臂席上 实在没什么可用之兵 克洛普则完全动式 墙上的局势 上半场 和下半场前半段 顶着国米的针对性进攻 利用国米体力下降之制 换上罗拔图费明奴等看象 最后半小时罗拔图费明奴 和沙拿角入一个波 完全击溃国米 次回合 利物普带着不少的二球优势 继续用以日代劳的方式执行战术 在主场再赢一次国米并不出奇 你听着的是安波足球快信 我们为你提供各国球赛 的赛前分析 赛后报告 足球世界花水 多谢你的收听